每句《绝命读诗》中,有一句深入人心的台词,穷人,谁都会做一丝事,做穷人是没有门槛的,人只要顺着本能,付出意外就会终身身陷底层,而那些实现了阶层逆袭的人,无一不是在逆着本能行事,他们不断克服自身人性的弱点,这才一步步实现了财富自由,正如王阳明所说,人能克己,方能成己,穷人要想转变命运,就要反人性。 一,梁小生的小说《人事兼礼》,讲过这样一段故事,农村出生的曹德宝,最大的梦想就是迎娶白富美,草鱼月龙门,但现实确实,他只能娶一个大大咧咧出身平民的乔春艳,两人结婚之后,周围朋友都逐渐混得风声水起,曹德宝却一直在破房子里混吃等死,指望老婆春艳养家糊口,每当周围朋友劝他出去做点体力活,他就大声嚷嚷, 我这都多大岁数了,我能干得了那活吗?实际上,他不过三十出头,正是奋斗的好时候。 对于曹德宝的懒惰,周吟坤无奈感慨地说,他是大事干不了,小事不愿干,果不其然,眼勾手低,懒惰成性的曹德宝,到老都活得窝囊不已。 人知觉醒里说,人类的天性是在欲望上急于求成的,在行动上避难驱逸很多人之所以穷,就是因为他们宁可指望别人,也不愿走出舒适区去改变,宁可窝在破旧的房子里,也不愿意动脑子去赚钱。 这种好意勿劳的劣根性烙印在人的灵魂里,以至于贫穷成为摆脱不掉的魔咒。 平凡的世界中,王满英是贯子孙出了名的穷鬼,他一生都渴望发财,但从未真正努力过。 小舅子绍安为了改善一家人的生活,办了一个专场,请他过去写写算算。 王满英干了两天,就各种贤苦贤累。 推辞说,我怕没本事吃这晚饭,政策放宽后。 村民们各自开始创业,去城镇靠利息和手艺挣钱,王满英也嚷嚷要着做生意,可一转头就蹲在路边一个土堆上打瞌睡。 于是,当身边人都逐渐走向富裕的时候,只有王满英依旧被无情的命运摁倒在贫瘠的土地上,迟迟没法翻身。 你看,穷人要想维持现状,简直不费吹回之力。 只要顺应骨子里的人性,好事懒做,自甘堕落就行了。 但如果一味放纵本性,就会让自己在现状中不断沉溺。 路遥说过,你在人群中看到每一个耀眼的人,都是踩着刀尖过来的,你如履平地般的舒服。 当然不配拥有任何光芒人一旦习惯受本性去世,就永远无法逃脱底层的困境。 唯有和人性逆着来,才能实现人生的逆袭。 二,听过这样一个故事,美国总统林肯年少时,曾在老家的农场里耕地。 然而,他遇到了一个颇为头疼的问题,耕牛总是懒洋洋的,不愿意耕作。 这让林肯感到无可奈何。 但有一天,耕牛突然变得异常活跃,迅速离完了地。 林肯对此感到十分困惑。 经过一番观察,他终于发现了原因。 原来是几只巨大的牛营在牛背上叮咬,或是耕牛不停地奔跑。 这就是心理学上广为人知的牛营教育。 耕牛因为有多幸,所以需要牛营的叮咬才能前进。 人亦是如此。 如果我们不逼自己一把,就很容易在舒适区中停止步前,失去进取心。 那些悟透生活本质的人,都懂得对自己下狠手,逆着人性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。 前段时间,娃哈哈总裁宗庆后去世。 很多人都知道宗庆后身家数人,但是嫌有人知他成功背后的故事。 1945年,宗庆后出生于江苏徐州。 颠簸的时代,使他无法完成学业,只能早早出来赚钱养家。 为了生存,宗庆后开始在大街小巷套生活。 卖过豹炒米,也烤过红薯。 但这些并没有改善他的生活。 后来,宗庆后参加了上山下乡运动,做些挖钩修霸,拉土堆时的活景。 为了出人投地,他付出了比旁人多十倍的艰辛。 当别人在休息的时候,他总是在不停地劳作。 当别人在睡觉的时候,他经常晚上跑出去偷偷干活。 他说自己不愿过那种永远匍匐在地的日子。 终于在1987年,42岁的宗庆后得到了一个机会。 承包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,主要业务就是卖冰棒和汽水。 为了使公司进入轨道,宗庆后几乎将自己荡成牲口来用,他每天天不亮就把货搬到冷库。 然后登三轮车送到客户出去,随后又迅速回到公司处理业务。 周而复始,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。 彼时同龄人都在家与其而共享时光。 宗庆后却咬牙奔波在烈日之下。 终于,在几年后,宗庆后的生意越做越大。 而他的人生也迎来了华丽的逆袭。 我们每个人生来,都有向下的本性贪图安逸。 得过且过,沉迷舒适。 若是一位纵容本性,命运就会在不断的自我满足中急剧下滑。 但真正的强者,之所以能够在普通人中脱颖而出。 完全得益于他能和自身的人性做对抗。 舍意求难,能自我掌控,能不断坚持。 当你能够克制自己的人性,逼自己去突破原有的生活。 命运才能发生真正的转机。 三,生活中的你,可能也是如此。 明明想要改变现状,却还是败给了懒顾。 羡慕别人的成功,又苦于自己的无能为力。 其实,每个人的内心深处,都有向上成长的渴望。 底层穷人和成功人士的区别就在于, 前者顺应人性的弱点,而后者却敢于挑战自我。 反其道而行之,所以如何战胜人性呢? 三个建议送给大家。 一,反多性。 人一旦丹尼懒惰,必定一生与穷困为伍。 作家周岭在成名之前,也曾一度渴望改变自己。 但每当想到学习,顿炼所带来的痛苦时, 他总是会选择逃避。 因为他觉得,躺在床上睡大觉, 比坐在桌前苦苦学习要快乐得多。 可是时间久了,他发现这样懒散下去, 生活不会有一丝好者。 终于有一天,周岭决定逼自己一把。 他强迫自己早上醒来后, 不再打开电脑和手机, 而是去看书、写作。 起初,他也被手机, 电脑诱惑得几近放弃。 但坚持了一段时间, 他逐渐摆脱了对玩乐的兴致。 能够静下心来学习和写作。 再不懈地努力之后, 他的写作之路越来越顺利。 最终,他从一个普通人蜕变为知名作家, 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 一个人在该努力向上的时候选择躺平, 就是亲手用当下的安逸, 去置换一生的愁苦潦倒。 穷人逆袭的第一步, 就要从骨子里踢出懒惰。 所谓天道酬勤。 当你戒掉懒惰, 才能在努力中收获果实。 都到生活的厚爱。 二,反内耗。 想得越多, 逆袭的机会就越少。 人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, 就是想得太多, 做得太少。 但凡遇到一点挫折, 就觉得自己不行。 但凡遭受一些刁难, 就开始打退堂鼓。 内耗多了, 行动就少了。 真正优秀的人, 不会为了外界的风吹草动, 而影响自己前进的决心。 小说家行情节出身贫寒, 却从小有着文学的梦想。 成年后为了生活, 他无奈选择了卖猪肉。 但即便如此, 他也没有放弃写小说。 当时同菜场的伙伴们, 经常嘲笑他吃人说梦, 行情节都丝毫不为所动。 他不相信命运既由天定, 而是不断追求心中所求。 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下, 他的小说终于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追捧。 如今, 他已彻底摆脱了卖猪肉的日子, 过上了想要的生活。 所以说将军赶路, 不追小兔在翻身的路上, 最怕的就是听信外界的言语。 最终陷入消极的内耗中, 活得清醒的人, 不会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, 而是把内耗转化为行动, 一点点靠近人生的目标, 如此才能迎来命运的破局。 三、反拖延, 凡是拖到最后, 终将一事无成。 当奥巴马荣登总统宝座时, 有人曾好奇地向他询问, 您认为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呢? 他简洁而有力地回应了四个字, 总是提前为何选择提前行动。 答案很简单, 那就是为了避免拖延的恶习, 成为阻挡我们前进的绊脚石。 战胜拖延其实也并不复杂, 只需铭记两个字, 行动。 想要赚钱, 就从此刻开始钻研。 想要创业, 就从现在开始学习。 今天的问题, 永远不要让堆积到明天再去解决。 当你逐渐培养起行动力, 那些曾经让你感到不安和烦躁的问题, 就会一一被解决。 你心中所渴望的改变, 需要从现在开始迈出步伐。 不拖延, 不等待, 不逃避, 改命的机会才会朝你奔赴而来。 管理专家刘传阳说, 想要成功, 就要与人性的弱点对抗。 人性的弱点对一个人的羁绊越小, 获得成功的概率就越大。 生而为人, 最大的本能, 就是顺应自己的本性, 可一味放纵自己, 便只能在不断满足自我享受中。 获得庸庸碌碌, 这个世界, 没有轻而易举的成功。 你想做出成绩, 就得承受比旁人更多的负重。 永远记住, 所有优秀的背后, 都是异常与人性的抗争。 当你能克服人性, 才能战胜自身局限。 最终实现命运的巨变, 点个赞吧, 和朋友们共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